注意看中国选手开局不立 被外国不败拳王一拳放跑 蹲在地上久久不能起身 台下老外看到中国选手如此狼狈 全体兴奋轻助 站起来的中国选手摇底压关 硬扛对手上百拳也拒绝投降 紧接着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 中国选手看准机会一拳反杀对手 终结对手19连胜 让全场老外彻底扎眼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 重磅级别的拳击大战 中国选手巨人沙神暴张照新 这二战第11胜养负一平 大战19战全胜的俄罗斯拳王 罗曼洛夫 你没有听错 这个俄罗斯拳手19战全胜 而且最令我感到恐怖的是 对方的KO率也很惊人 19场当中有12场KO对手 赛前可以说专业人士专业媒体 专业的拳击手都认为 张照新那是99.999%会输 不是张照新太弱 而是对手的实力太恐怖 19战全胜 根本不敢想象 好大家不要认错 白色拳套张照新 黑色拳套罗曼洛夫 对方是一个俄罗斯人 张照新是目前为止 我们中国大众帮级别拳坛 除了张志雷以外最牛的一个 好漂亮前手 打得不错 要小心要防好 张照新的优势呢 在于他的身高 要小心 千万要防好啊 因为对方罗曼洛夫的拳是相当的猛 对方的优势就是重拳 而且拳速很快 穿插的进攻啊 让人防不胜防 你看 哇 这个根本防不住啊 张照新要稳住 不要挑衅对手 激怒对手 可没什么好处啊 哇 要吃到一个后手 还在挑衅 张照新今天想用激将法 张照新28岁啊 地方是38岁 如果打起持久战 打到后半段的话 张照新呢 绝对是有优势 注意看时间 最后的20秒 哦 什么情况 哇 最后10秒钟啊 我们看张照新已经是摊坐在地 还能起来吗 六 七 数到八 张照新站了起来 合理的利用规则 把比赛时间啊 赶紧拖过去 让一来 第一回合 比赛就应该结束了 好 第一回合 比赛结束 哇 太惊讶了 对方的这个前手拳和重炮啊 真不是吹的 真是有点恐怖 好 这下没关系 是被对方按倒的 不算独秒 还是有些晃 还是有些晕呢 我们看张照新的拳法也是 大美拳偏多 跟俄罗斯人玩摆拳 哇 这个有点 太过大胆了 好 前手 张照新 又一个后手 又前手 张照新又晕了 哇 连续五拳 这真是个硬汉啊 观众朋友们 打不倒 你看他摇摇晃晃 感觉随时随地都会倒 但我们就是站在这里 这个时候鼻血已经被打出来了 张照新又动起来啊 不要和对方打阵地战 这个罗曼洛夫啊 最擅长的变成阵地战 也就是站在原地和你去拼拳 还是有点晃 张照新呢 还是有点晃 在强撑 哦 张照新也在反击 连续的摆拳 哇 后手 我们看 罗曼洛夫 哦呦 这一下什么情况 哇 爬不起来了 哎 我打着打着 对方突然断片了 比赛结束 哇 19年生的不败王者 罗曼洛夫 38岁的一位老将 遮起沉沙 他今天 遮在了今天 我真的没有想到 哦 我想到有 这两比赛有一万个结果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会是这个结果 而且还是第二回合 在对方最强势的一个阶段和时期 太精彩了 好了看一下 精彩回报 张照新一直在扛着对方的中拳在打 哦 真硬啊 一拳 两拳 前手的平勾 后手的直拳 太精彩了 这是我目前看过2024年最精彩的翻盘 让我们恭喜张照新 希望有一天张照新能够像张志磊一样 登上世界之间 那我突然发现了啊 张照新也姓张啊 这怎么姓张的都来打拳了 好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